歡迎來到即場教導資有聞必答的環節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來自我們EA財政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就是黃偉豪Rafi Rafi 你好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A股方面的走勢 現在A股上證指數方面正在下跌 跌在10點 做是2283點 而互深300指數下跌在15點 做是2526點 互深淨城指數下跌在37點 做是9716點 要問Rafi 已經傳出了減息 為何市場向下 市場對減息的反應不太好 當然初步看回大家對減息的舉動手段 暫時看法不是太理想 像Mick這樣說 為何看得不是太理想 正正因為一來 說一說了很久了 譬如上個月開始 五月中開始 大家都看到開始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傳內地的機會減息 甚至是好些的不對稱減息等等 因為正正來講之前出的經濟數據都比較差 這個消息傳了很久 也變相大家充電了這麼久了 令到內地市在之前那一陣 長期都這樣說 環球股市 無論港股好 歐洲好 美國都好 跌得是比較深的 但整個五月你看到 內地市是有調整的 但調整的幅度其實是不算大的 變相大家都可以看到 有一個憧憬在後面 撐住了整個市 反映到這一刻 叫做憧憬了這麼久 也叫做月期之內之下 是昨天晚上做一個減息動作的時候 變相今天反而是趁這一刻 有一個相對固化變得大一點 令到今天有點追跌現象 所以這幾天 其實內地市是走得比較弱一點 但這刻大家也知道 人行比較特別 突然今天減息的時候 是否意味著或預計著 明天或明天出的經濟數據 是比較差或是不太理想 所以後市依然有隱憂下 令到大家的憂慮性比較有了重現的話 反而今天趁少許好消息 可能一下是原本高了十幾點 但之後來說 都叫反覆試回來了 如果現在怎樣看呢 假設上戰始終今天也叫做 收復不了2300點 站不上去初步看回 所以如果短期內 都不能夠站上去的話 變相往後看的 當然是比較差一點的說 應該會繼續往下試 下面的話 我會覺得先以3月29日低位 大約2242點左右 做一個比較短線的支持位 距離現階段左右大約40點左右 我看看這四十點裡面 能不能夠令到內地市 撐得最悠穩了 甚至來說 很少想的 如果明天出的數據 真的不是那麼差的話 有利於後市來說 可能做回聲微的反彈 雖然說是減息0.25% 但存款式的上限提高了 去到基準的1.1% 1.1倍 即是黃銀貸款式的下限 調低到基準的80.8倍 變相非對稱的減息 對於內銀的息來說 收窄了 其實是否一個負面的影響 其實昨天來說 大家看到減息的舉動 一年期就好像叫對稱減息 因為存貸都各自減25點 但其實看回另外一些詳情 其實之後說的 存款的利率浮動區間 其實可以去到1.1倍 即是貸款利率下調0.8倍 變相來說 是一年期大家都對稱減不變 但長期來說 就會變成存款的利率 有一個拉高了現象 甚至於貸款利率 就有一個下調的現象 所以整體來說 長期來說 其實那個息差方面是收窄了 所以整體這一點 是真的對來人股是不利的 更何況來說 剛才也說到的 即是突然間這樣的舉動 變相來說 很多市場人士都覺得 是一年期去到對稱減 但長期來說有一點變化下 是否意味著離港 趨向於之前說過的利率市場化 現在又再跟大家說回 因為如果隨著這個方向走 上條的存款的空間 下條的貸款的空間等等因素 變相在銀行之間 可以自己去到 即是有少許變化的時候 令到那個利率 是更加出向市場化 所以其實之前 傳過市場化這件事的時候 你會見到相關對流行股 都構成一個負面看法 所以這次也重臨化這件事的時候 令到整個流行股 相對都做得比較弱點 從來令到內地市 是更加是沒甚麼起色 根據我方而言 剛才也說到 很多市場市場覺得 昨天定一般減息的時候 是否真的意味著 明天來說 那些數據比較差 明天都知道大家出得比較 很多的數據 例如CPI、PPI 甚至有固定基礎投資等等 如果你今次看到 對稱減息的 是否真的意味著 CPI有了一步的回落 可能落到三百分之下 這是比較令我鼓舞的事 但你一邊說 就是管理基礎投資之後 每月計算四月份 去到二十點五百分之下 有機會出賣二十 這些大家比較擔心 如果引證了這件事的時候 都挺大機會引證到 第二季GDP真的有機會破百這個現象 所以令到今天來計 無論內銀股好 或者整個內地市都好 剛才都說到 整體來計都是做得比較差 聽完Rafi說內地市 我跟進香港股市走勢 現在這一刻 跌在158點 做在18519點 成交額方面有170多億 以國企指數方面 就是9366點 跌在106點 而其指方面跌在104點 是18414點 低水是108點 成交能方面有27000多張 Rafi的市場可以說有兩個不同的消息 可以說好消息就是中央方面減息 但也有一個壞消息 就是原本大家都以為 聯儲局主席柏南克會提及QE3的出台 但期望落空了 年代好像美股方面的道指方面 原本都是升上百多點 最後都是跌下來的 只是升少少收市 其實你怎樣看 其實想怎樣分析港股的走勢 當然從現階段這樣看 港股來說 後市都是比較反覆 甚至都是大躍少少為主 因為很明硬 MAC說得如何 原本大家都見到昨晚 特別7點多8點多時 當銀行宣布減息時 市場是股無的 無論是歐洲股市或未估過 即是道指期貨來說 都升得挺厲害的 但原本大家那一刻 再夾襲著昨晚本港城10點左右開始 當時華南北的聽證會說 有些QE3的言論會出台 但最終沒有這些消息出來 上次看到它的措池上看 都傾向強硬地說 暫時不會有這些措池出來 所以變相令到大家 雖然有人行的減息 是有點好似你們的支持 但變相另一邊說 始終QE3這個出台的憧憬 暫時暗亡之下 令到一個抵消的情況下 令到昨晚美股剛才什麼都說到 聲勢顯著收集了 最後升幾十點而已 所以變相令到港股今天是有高開現象 但已經不能夠太大幅度的高開 更何況今早凌晨收集之後 其實SEBA方面更加比 評級機構連降幾級的評級 所以變相來說 又再一個負面因素顯示出來的時候 整體現在依然是少許的負面情緒 是傾向大一個好的方面 剛才我剛才分析過 下降這個利率的時候 是之前說過的 有機會增大貸庫的需求 好像是挺好的事 但二條壓始終這一刻反映出來 令到老人股都不利下 變相港股都會受到大四股和拖累 所以現階段怎樣看呢 如果以後市來說 始終今天也叫充滿狗毛毛 變相壓下來 更加叫出賣十天線 所以反覆下來 我覺得短線的看 18,400點左右 有沒有短一點的支持 因為始終這是一個列口的頂部位 如果18,400點也支持不到的時候 我會覺得下個禮拜回來 有機會試回之前低位 挨近18,100元的區間 才能看有沒有範圍的勢頭 好,謝謝Raffy詳盡的解釋 這一節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麼關於股票的問題 馬上就可以打電話來 204-666 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 ASK at bschannel.com 我們稍後見 2014